大家好,我是瑞姐 这里是北京南罗古乡东侧的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 名叫菊儿胡同 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在我们左侧,也就是胡同的3号、5号和7号院 这曾经是清朝大学士军机大臣瓜尔加荣禄的宅地 荣禄的女儿瓜尔加又兰 她是末代皇帝溥仪的生母 那么荣禄她就是溥仪的老爷 也就是说菊儿胡同的这一处老宅 曾经是溥仪的姥姥家 大家都知道荣禄在光绪年间 深得慈禧的恩宠和信任 有人说荣禄和慈禧是青梅竹马 曾经的恋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荣禄的后人 满足整白旗后裔关大哥 我们请他来讲讲老宅和家族的故事 揭开荣禄和慈禧的关系 这个地方原来的门在这个中间 现在这个门被弃上了一间房 这原来就是一个门房 这个就是大门 中间是个大门 我小时候来的时候吧 这是煤炭部后来站的这个院子 所以煤炭部的宿舍 整个这个院子从哪里算起 从这边应该 厕所那边也算 那边也算 应该算 应该一直到那头的7号 一直到那边7号 那很大呢 您的父亲是在这出生的吗 我父亲在这出生 33年 参加的那个二十九军 您的父亲是吧 对对 他是从这走的 从这走的 他说他把家扔了 跟着我舅爷爷取当兵去了 那时候还没成家呢 差不多19岁 19岁就出去了 他出去以后就不知道谁在住了 他出去以后就没跟我们讲过了 过去荣禄的 曾叔祖荣禄 这是他的住宅 我两处住宅 曾叔祖 曾叔祖 我的僧祖跟他是兄弟 这样 再往上 我的天祖高祖 都是战祖的 这上的史上都有记载 咸丰皇上给嘉奖 把荣禄的奶奶 荣禄的继母 然后给她们送回北京来 去做这 等荣禄高知高位以后 应该八国联律以后 他又回到北京时候 在那个东厂活动又买了一个院子 又买了一个 后来他搬那去了 对 这个时候呢 他的儿子 唯一的儿子 死了 由我们家的二爷 梁葵 我借给他 作为他的妓子 作为他的妓子 他就是一个妓子 我爷爷去成绩了他们家这个 就成绩了这个院子 然后呢 梁葵成绩那边 我爷爷住在这边 在祠堂呢 他是我爷成绩的 溥仪当时继位的时候 荣禄已经去世六年了 是啊 溥仪出生的时候 荣禄去世三年 是 对 他从小五岁的时候 跟着他的父亲 还有他奶奶 他和继母 带着他一块 到南方去任职 等五岁走到十六岁回来 说实在 他跟我们家的 我这僧祖 僧伯祖他们几个比较生辈 十六岁回来啊 他十六岁是五岁走的 互相还都是小孩呢 对 我的僧祖比他随着大 我的僧祖是兄弟三个人 兄弟三个 恩禄 印禄 成禄 他们十几岁以后 因为高祖在那儿沾没了 他们一块回到北京 他给把他回到北京 应该才和我僧祖他们一块儿才相见 哦 那时候才相见 真的家里都特别亲 荣禄呢 活下来就他哥一个 就哥一个 他一个哥十六岁死了 哦 那个他一弟子 小时候就死了 哦 就剩他一个 他母亲也死了 我爷那边 他们都大排行 在那个 虎姨的妹妹写的那个 合书历史里头 哦 一直称我爷爷是五舅 哦 那个五舅怎么排 那就按他们家排 按他们家排 他们家排 梁凯 梁洞 伦后 应该叫梁后 哦 叫梁后 我爷叫梁玉 在他们家的排行 行五 哦 他一直称我 我爷爷叫五舅 那您对您的祖父 是有记忆的是吧 没见过 也没见过 我父亲小时候 他父母就没了 哦 好多都是从别的找出的照片 哦 这个家族的后人 哦 你都找钱了 基本上找钱了 基本上找钱了 哈哈哈 付出了不少努力 都没跟您说 都是那个走得比较近的 走得比较近 往来知道他们是谁了 从哪 从哪 这个活动 那这个院子 荣路这个院子 您家的老宅 这都是 它一共几斤啊 四斤 四斤啊 四斤 应该分好几路呢 这么夸 那边花园 有住宅 我们一人他马路边 他那边吧 然后这边是花园 花园这边 刚刚是小洋楼 哦 这就是那个小洋楼 对 占地九百坪 九百坪 那不小呢 两层的哈 两层半的 错路可见的 从这一直到那边是吧 刚才咱进来那个头上 到那个房子 三十多米宽 长有三十米 那边是洋楼 西边是洋楼 然后这边呢 往这呢 原来是花园 再往那边是祠堂 后开的门 以前这就是 想找房 互找房 是吧 这边应该还有狼子 那边有个狼子 这边应该还有个狼子 那边房子那么高 那边也是是吧 那算正房 哦 这是正房 这是两边二房 东西那边还有呢 我有照片 从这一直到那互动口 这一大圈 哎呦 真不小 这个面积 三十多亩地 龙龙家的老宅 也可以说是溥仪的 姥姥家 是吧 对 我给您刚才给您讲的 都是溥仪的舅舅的事 他姥姥家没有舅舅吗 对 也有姨 我找到的 知道的 有几个 已经找着溥仪的舅舅家的后人了 因为他是跟我们家大牌羊算呀 啊 因为跟我们家最亲了 他们家没有别的亲人 他舅舅也不是亲的是吗 他共堂弟 因为我爷是能属于堂弟吧 啊 就 因为龙龙没有留下后人 没有 他两个儿子带钱都死了 唯一有一个儿子长到17岁 1902年 从西安 贵北京 嗯 我在华银的路上 在那儿舍了 然后呢 虽然的话 还有一段感慨呢 拨点银子 你再取一个吧 你今天再找一个吧 找了吗 又找一个是溥仪他姥姥 有那么一段记载 剩下就是两个女儿 两个女儿了 一个是嫁给了李亲王 成后 也没后 然后呢 溥仪他妈 花儿叫尤兰 47岁 死了 我的高祖叫常睿 荣禄的父亲叫常寿 他们是兄弟俩 嗯 就是他们家除了荣禄 活到63 就是死的那个 荣禄的孩子活得年龄最大的 就是溥仪的母亲 应该是 37岁 在这也请教关老师 您是荣禄的后人 我想了解一下哈 荣禄和慈禧 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 德灵喜那本书 传说他跟慈禧台后是轻微驻马 对 是年轻时候的情人 他整个胡说八道吧 不是啊 不是那种回事 你想他荣禄五岁就跟他父亲奶奶 到福建去任职 然后16岁回来 16岁回来那年 那个慈禧台后已经入宫了 所以他们俩见面的机会都很少 不可能有见面的机会 慈禧台后他出生在西亚那边 皮带不动 这个是荣禄家 小时候他父母就在这住 德灵啊 为了抬高他自己的身价 知道德国 在外面我瞎便瞎说的 哦 是吗 对吧 看来没这么回事啊 没这么回事 不可能的事 可是电视剧也是这么演的 电视剧什么情况都有嘛 对 慈禧和荣禄没有那一层关系 那后来荣禄在宫里是得到了重用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一是忠厚 忠厚 人忠厚人能干 我们都说忠义吧 所以得到慈禧的信任 主要是能干 这家族产生都能干 因为我们家这人叫忠厚 忠厚 忠实 对 忠义 这个好像应该是谷子里的 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了 是 我们这个家姓瓜尔嘉 瓜尔嘉改姓关 因为崇尚这个关谷 关谷的忠义 我的看法就是历史就是历史 历史就是过去 过去了咱不管 咱们只是为了现在 现在人活在现在 你要为现在的社会做贡献 今天跟你讲的任何地儿 没有人知道 您是第一个 也没想到携给别人 关大哥看到自己的祖宅 是不是感慨万千 是 当初的话 第一次看的时候 真是流了半天眼泪 是吗 因为这是我父亲松涛 在这长大的 昨天背影一走远 风干的沧桑 铺满河床 多少往事 多少念想 丢在日月更迭的路上 但指尖划过的星辰 终会化为流年的光 挂在门前的老树上 临风处 听到往事像岁月的呐喊 还我青春的模样 是谁 缝合了记忆 让老陈故事 穿上花季的衣裳 我低下头 表针 滴答着淡淡的忧伤 如果你喜欢胡同故事 可以关注我 下一期我们跟着 关大哥走进他家的老宅 也就是荣禄的家 看看现在是什么样子 在这个院子里 还发生过哪些 有趣的故事呢 下一期我们接着聊 我们下期再见